一个月前前总统马英九 信心满满面带微笑到北检应讯 但现在恐怕心里不好受 因为检察官认定有罪起诉 为了交代马前总统涉案内容 北检起诉书高达88页 一开头就直指马英九当过法务部长 应该更熟年法治规定 但他在2013年8月31号当天 找当时行政院长江仪化跟罗志强进官邸 转述王金平涉嫌关输案 检方认定涉及泄密罪可处三年以下徒刑 接着在9月4号当天 马英九又要求黄世民向江仪化报告关输案 违反通保法涉嫌教唆泄密 同样是三年以下徒刑 泄密案引发9月政争 事后黄世民违反泄密罪判刑定验 相关证词也对马英九相当不利 总统 不论 不论